大家好,我是今年讀大业Hospitality的学生,我叫Yvonne 我觉得HGM是一个很困难,有很长的课程 但適合我们这些有科学有活泼的学生 我今年讀大业,学了Gaming和Hospitality Introduction 我不是只是在科修学理论上的东西 我还有机会去到不同的地方做Site Visit 好像今年我去了香港迪士尼,了解一下酒店和乐园的运作 在上Gaming的一堂的时候,我也去了奥大摩卡士努力了一些课程 拥固回上同学的知识 我知道今年的暑假,我会有Summer Gym 0 而下年的暑假,我又有天堂书 我相信这些都会有一段很难忘和爱业的经历和留意 大家好,我是大业的Ivy 我自己就是在大业下山 我这三年里有很多深刻,也很难忘和爱业 譬如每一次做project,搞活动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都要很努力,不几乎自己的小米酒 和分分自己的床 从而每一次都可以克服和合自己的 我们的学生就比较特别 我们一起上同的时间,就会比其他学生的特别多 所以我们同学之间就会很快就下来 大家就互相帮助和分享 我很希望可以加入这个大家庭 我未来也很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这个HGM成为另一份 大家好,我是在读大家的ORANGE 其实当初我为什么会选HGM这个系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很大人 最有趣的一个方法 感觉上它可以有多方面的发展 其实读完之后,果然和我想象中是一样的 都是这么有趣 而且我通过这个系,也是扩大了我自己的教育圈子 因为我自己有参与到这个系统举办的一些活动 从而现在就认识了很多的学长者 亦都是我认识了如何去跟这些活动的人 打交动 一起去完成一件事 总而言,我觉得我得着都是很多的 希望我看近这条片的你 都是下年会加入我们HGM 大家好,我是year1的ANGE 我之所以会选这个系 我觉得这个系 可以帮我很多对我实际的机会 以及可以职论很多人 今年,我都帮助我举办做很多活动 知道很多学者的学长 他们都很好人 我有什么问题 他们都会很乐意地解答我 然后那三年 我都会有很多training 或者学习的机会 可以给我累積机遇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那未来 我希望你们可以加入我们 成为我的学弟学妹 HELLO,我是第一个学生 Joselle 我开始认识这个Major的时候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Major 发达了很多 经验和学长中的学生 真正加入了这个Major之后 我发觉全到以上上班 那两年我得到的是更多 因为在这个Major里面 我认识到很多不同的学长者 也得到他们很多不同的学长者 那未来大二的Lennie 他会选择 他会去Hospitality的份子 我也是很期待三年的课程 那如果你们都想去大学 以一个充实的生活 在两个家的感觉 欢迎加入我们HGM的大家庭 大家好,我是EAVHospitality的学生 Joanna 我之所以教HGM 在我本身不喜欢整个书 而加入HGM之后 除了可以在课室 学到书本上的知识之外 也都可以定期去赌场 酒店参观 连接他们的实际运作 除此之外 HGM也都会定期 去看一些职业人士 或者学长学生 分享他们的经验 去更新我们的一些 最新的学码资讯 所以如果你不想收任何机会 就记得加我们HGM的大家庭 大家好,我是EAVHospitality的Michelle 刚来到澳大的时候 还没有知道很多HGM的同学 但是通过去让学姐组织的活动 例如黑纱烧烤口HGMDate 让我感觉到了HGM这个大家庭的特情 在HGM呢 可以有很多时期的机会 比如在Las Vegas的时期 或者在澳门酒店本地的时期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 大家好,我是EAVN的Sara 虽然我现在EAVN还没分工 在课计程中 或者是Gaming Management 但因为HGM是一个很特别的学系 会有自己整条PCHS 另外有更多机会去参加PCHS的不同 认识更多学生学生 同意令我的大一生活更加精彩 更加容易 所以 如果你们对这个学系 都有兴趣的话 就不要犹豫 快点来加入我们这个温暖的大革命 大家好,我是Dixon 今年读大2HGM Gaming的学生 为什么我会选Gaming呢? 就是因为我不想 但我四年里面 都很正确 坐在房子上 都很想选 所以我就选了Gaming 在这两个学生里面 我觉得我没有选择床科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就会 有一些课 就会 不会这么死板 坐在房子上 就会有些冬度 例如我们有一堂 在一个毛尔的赌场 可以学一些赌场 EAVN的赌家乐 20点 也会有一些课 就会很常 去别人的酒店 到他们要选择你的背景 运作 那如果你是 坐不定 又未知道自己想选 什么课 的话 我们就见着你 在我们的Gaming 和大家一起等着你 See you again! 大家好 我是Dixon大2H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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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在很久之前 我对这个步骤 都已经有兴趣了 但是呢 我之前 每个人都没有教我 和在陌生日前说话 那装了这个program 之后呢 那我的日子呢 就变得开上 那 例如之前 GNS就给了 一个机会 我去参加一个校案的活动 就是叫做福音计划 在这个活动里面呢 我就担任务商员 就带领我们的参加者 去了解福音生街的历史 和一些文化 那次呢 那次呢 就是我第一次做福音计划 令我觉得呢 其实呢 我都可以在人的面前 很勇敢地说话 那我觉得 HGM这个program 其实是令我免得的 即極勇敢 大家好 我是大2的Messica 讀Hospitality 那为什么 刚初我会选这个系统呢 是因为 中学的时候呢 有参加过一些学会 有尝试过去统筹一个计划 那之后呢 就对会展管理 和策划活动呢 有更加联合的兴趣 那因为我们今年大二呢 都有读关于我们系的科目 那令到我们更加有更加深入了解 到酒店 和酒店周边的行业啦 那因为我们是 是偏向多元化的 那就会令到你将来就业呢 就会更加 就会局限于 酒店管理 和会计管理 那如果大家都对这个系统有兴趣的话呢 就不要忧愿 那我们下年见啦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大2HGM的学生 我叫Marsal 我是一个很辛苦的人 所以我很喜欢认识一些朋友 或者做一些新的东西 而HGM的课程呢 就很满足到我了 因为在过程里面呢 有很多活动 你需要和同学合作 和也可以接触很多新领域 和一些新的事物 如果你是一个和我一样的人的话 那我相信HGM 绝对是你的身材